你好 欢迎收看9月1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爱花联中等学校国际篮球交流邀请赛 9月15号到18号在花联深大举行 这次赛事有12支球队来参赛 其中包括来自日本和香港的高中冠军队伍 还有国内8支甲祖高中知名校队 和花联当地两支高中球队 花联市长温战彦表示 期盼球员透过这次赛事以球会友 不仅提升球技也要促进国际交流 花联县体育会主办花联市公所指导的 爱花联中等学校国际篮球交流邀请赛 9月15号到18号在花联深大举行 这次比赛有12支的球队来参加 包括来自日本香港的高中冠军队伍 还有国内8支甲祖高中 以及各校校队和花联当地的 两支高中球队来比赛 赛事过程非常精彩 会办理这次的比赛赛程 我主要是因为想要提升花联的篮球水准 那也因为地震后来花联工的人数比较少 那也顺便跟外线市还有国外的球队 推广花联的观光 总共邀请12队 每一队球员含教练大概20位 那有两队是国外的球队 有8队是国内甲籍的 甲组的高中球队 然后两队是花联本地的高中球队 那这次的赛程强度非常高 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到场内观看 花联市长魏佳燕亲自主持开球仪式 他也期盼透过这一次的比赛 不仅可以提升球技 也能够促进国际交流 我们希望透过球队的一个竞赛 能够让孩子们自我的一个学习成长 能够更了解说可能在国外的一些选手 他们打球的一些方式 那可能有很多包括我们国内的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一个球队 那都可以交流一下我们的一个竞赛 那学习一下别人的一些优点 或是一些战术等等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的谢谢 我们的花联县体育会 以及我们花联县政府 以及我们所有的赞助单位 都投入非常相关的一些协助 让我们这场球队 协助赛能够可以比赛起来 那后续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邀请更多国外的一些球队 来跟我们台湾的球队做一个交流 那尤其是刚刚也有提到 我们友好城市 我们的姐妹是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篮球队 或是其他的一个体育的项目 我们都会持续的为孩子们 来争取这样的一个球赛 爱花联中等学校国际篮球交流 邀请赛为期四天的赛事 将分别在中正体育馆 还有花联女中体育馆同步来进行 赛事是采最新的国际篮球规则 并且以循环赛事来展开 为球迷带来一场场精彩对决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一起来感受国际级赛事的 热血氛围 借助会幻视报道